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 不小心被关进了危险重重的 海峡万米基地你们会怎么做 大家好我是阿俊正如你们所见 我和铁柱现在遇见了一个极大的麻烦 我们今天在海底冒险的时候 不小心被恐怖的人鱼族群偷袭抓走 关进了一个危险重重的海峡基地 俊哥那些人鱼真的是太恐怖了 直接把我们的潜艇破坏 把我们关进了这个海峡基地 而且这个海峡基地真的是太冷了 我感觉要是我们再多待半个时辰 我们就会因为体温流失狗带的 是的铁柱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必须要想尽办法逃出去 要不然到时候等那些人鱼怪物赶回来 我们可就要危险了 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铁柱让我先观察一下这四周 看看有没有什么逃出去的方法 等等那里好像有一个洞口 而且根据大小尺寸 我们完全可以从那里出去 可是俊哥那个洞头的位置这么高 我们怎么上去啊 看我的吧 铁柱首先我先把 这个房间里的一些物品收集起来 紧接着来到窗边 观察一下外面守卫的动向 当我们看到守卫去往另一处方向时 我们赶快将收集起来的物品叠加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搭建出了 一个建议的梯子来到洞头上面了 俊哥这个方法也太厉害了 那是当然但是我们最好不要 这么莽撞的逃出去 不然的话肯定会被外面的人鱼看守发现的 等等铁柱 我好像看见那个人鱼看守的钥匙了 要是我们拿到那把钥匙 我们逃出去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的 看我先悄悄的从这个洞口中跳出去 好的趁着那个警卫没有发现我 我得赶快过去跑到他的身后拿到那把钥匙 当然我得尽量小心一点 钥匙被这个人鱼警卫发现 我恐怕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 太好了成功地把钥匙拿到 我要赶在那个警卫转身跑回房间 好的终于跑进房间里了 我现在要尽快把这些物品给放回原位 避免那个警卫一会检查时发现一样 钥匙真的被他发现了 我们的逃跑计划可就要破灭了 俊哥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居然这么轻松地就拿到了警卫手中的钥匙 是的铁柱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快看那个人鱼警卫就过来巡视了 看他的这个样子应该是 还不知道他的钥匙丢掉了 天的俊哥这个人鱼警卫真的是太恐怖了 真不敢相信钥匙我们逃走 被他发现会发生什么 是啊铁柱所以我们逃跑时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了听脚步声那个警卫已经走远了 我现在就赶快把这个牢房的大门打开 好的俊哥我们快点出去吧 要是那个警卫回来我们可就要危险了 铁柱根据我的观察这个洞口 应该就是逃离这个海下基地的出口了 事不宜迟我们快点下去吧 天的俊哥这个隧道里居然有阶着一个恐怖的鲨鱼怪物 不好铁柱我们快点躲起来 那个鲨鱼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要是我们被他发现的话肯定会直接狗带的 那俊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可是这个隧道出去的唯一通道呀 有了铁柱根据我的观察这个鲨鱼怪物 每回巡逻时都会有一段时间的空隙 我们可以趁这段空隙逃出去 准备好了吗 铁柱就是现在我们快点跑过去 我们要再快点按那个鲨鱼就要过来了 好了铁柱时间到了我们快点躲起来 天的俊哥那个鲨鱼果然过来了 感觉这个鲨鱼的体积都有两个我这么大了 是的铁柱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了我们接着朝着大门跑去 我已经看到了出去的出口了 糟了没想到这些人鱼居然这么谨慎 竟在这个隧道的出头前面建造了呢 这么坚固的牢笼防止别人逃跑 俊哥我们必须要快点了 那个鲨鱼的下一次巡逻就要来临了 好的铁柱我这就把我全部的力气都用上 太好了终于把这个牢笼给打开了 铁柱我们快点出去那个鲨鱼守卫就要过来了 俊哥我已经过来了真的是好险 差点就要成为鲨鱼的晚餐了 天理铁柱前面居然躺着个窟窿 看来下面的隧道也不会很轻松 不过我们得尽快逃出去 要不然等那些警卫发现 我们要想再出去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俊哥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房间中 找寻了大半天了 还是没有发现出去的出口呀 难道是我们走错了方向 铁柱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让我先来观察一下四周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等等这些箱子的摆放位置好像有点规律 难道说顺着这些箱子可以去往另一个房间 铁柱我们快点顺着箱子的方位过去 真的呀俊哥原来还有一个房间 只不过被这面冰墙给挡住了视线 是啊铁柱我估计下面的那个木门 就是这个基地通往外面的大门啊 好的俊哥那我们快点过去吧 事不宜迟我这就把这个大门打开 不好里面居然有人与警卫在里面巡逻 但是为了能尽快地从这里面出去 看来我们只能把他们消灭了 好的趁着他们现在不注意我们先下守卫墙 看招吧你们这些可恶的人鱼怪物 铁柱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些人鱼守卫都是藏在暗处 我们尽量利用走卫来消灭他们 太好了俊哥我们终于把 这些人鱼守卫给消灭完了 我们快点逃出去免得那些人鱼的支援赶来 到时候我们可就要危险了 居然又是一个铁门看我分分钟把你打开 好的成功打开铁柱我们快点走出去 俊哥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外面的太阳真的是太舒服了 是啊铁柱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我是杰杰 现在插播一则紧急播报 据有消息称 我的世界突然爆发了僵尸危机 有大量的僵尸从坟墓里面爬出 并向城市发起了进攻 下面这则是市民提供的视频资料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僵尸从地上冒了出来 我们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准备好逃生物资 关闭家中所有门窗 尽量居家躲避 不要外出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情况爆发了丧尸危机了 是啊杰杰 我好害怕呀 我现在该怎么办 先别慌张买齐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次僵尸危机 总能想到办法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想一想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朋友 他是一位科学家 我想他一定有办法帮到我们趁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赶紧去找他吧 哇 科学家简直不要太苦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不知道他那里有没有遭遇僵尸危机 现在我的世界情况非常不妙 是的 我们赶紧去到科学家的家里吧 越快越好该死 我好像忘记科学家的家在什么地方 不是吧杰杰 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僵尸了 好吧好吧 不逗你了 我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跟我来吧 他的家在那个方向 现在情况非常不妙 哪里都是僵尸我的天啊 我们不会真的要完蛋了 迈其冷静一点 我们一定能把这一切都解决的 走在这个大街上真吓人 是的 观看了前面那一片森林就是目的地 科学家的房子 就在那边森林里面赶紧加速 我马上就要到了 好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 我们赶紧进去吧 你好科学家 现在突然爆发了丧尸危机 你有什么东西能让僵尸远离我们吗 你好杰杰好久不见 远离僵尸的药水是吗 我找一下看看我记得好像是有的 哇真的吗 那太好了 杰杰我感觉这个科学家有点奇怪 迈其你别多想了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是我的老朋友 他不会伤害我的 来 杰杰就是这个药水 只要你打破它 你就安全了 哇真的吗 简直太谢谢你了 我们走吧 迈其该回家了 杰杰情况不好了 门口外面有僵尸 别担心 我这边有个秘密通道 你可以通过秘密通道离开这里 再次感谢你伟大的科学家迈其 赶紧走吧 我们上到房子的楼上 打开这扇门 这条通道就在这个门口 这是一条梯子 顺着梯子下来 我们就可以从房子的后面逃跑的迈其 我们赶紧回到家里面吧 好的没问题 我们快走吧 姐姐我想我们可以试用一下那个药水 好吧 它就在我的手里 我们只需要打破它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的天呀 那个药水打破了 我们瞬间被一个红色的保护罩保护了起来 哇看起来不错 并且这个地方一个僵尸也明 我想我们待在里面一定很安全 是的 只要我们不出去僵尸 就休想进来伤害我们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这里生存 是的 姐姐我带有一棵树苗 只要种下它 我们就能得到一棵树 太棒了 迈其我带有胡萝卜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农场 有了农场之后 我们就能一直有食物吃了 我把小树苗种在了 这里等它长大之后 我们就有木头 可以的看起来还不错 这里有一棵树 我可以把这一棵树收集起来 一丁点都不能浪费 做了一个工作台之后 我现在需要做一把工具用来挖地 围绕着池塘边挖 我们就不用再打造一条水源了 挖好之后 我会把这个胡萝卜种子全部种上去 等它长大之后 我们就有食物吃 是的 姐姐我现在非常的饿 希望它快点长大快看了 我们的胡萝卜长得真快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摘下来吃了 把它采摘下来之后 再重新种上种子 我们的农场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拥有了食物 可是我们还没有居住的地方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建造一个房子吧 好的 我先来打一个地基 我要往这里放上面木头组成一个木地板 现在我们房子的雏形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看起来还不错对吧 是的 最后再放上两张床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了 看起来还不错 咱们的屋顶已经全部打造好了 我们可以搬进去居住了 我可太喜欢这个房子了 是的 它虽然很小 但是样样齐全 居住起来不是问题 是的 我需要把这一面墙壁打破 制造出更大的空间 这个主意不错 我喜欢 现在我们居住在这里一定很安全 是的 不过我现在好无聊啊姐姐 我们生活在这个相安无事的地方 你还嫌无聊 是啊 在这里简直太无聊了 好吧 既然你那么无聊的话 那我们就去干活吧 走我们去矿井里面挖点东西 挖好听起来很酷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们从这里开始挖吧 好的姐姐 我还从来没有自己开采过矿井吗 这是第一次自己挖一个矿洞出 非常有纪念价值 挖快看呀 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了铁块 我要把它全部收集起来 这样我就有铁制作各种各样的工具了 接下来我要把这些铁块全部练着 有了铁之后我就能制作铁工具了 现在我和麦奇人手一把铁稿 和一套铁盔甲看起来很酷对吧 我们的防御力和攻击力都提升了一个量子 我去麦奇快来有重大发现 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姐姐那么着急喊我过来 你找到了什么 我的天啊 你居然找到了钻石看起来也太棒了吧 是的 这里有八颗钻石 简直不要太苦 我要把它全部收集走 我们继续去寻找一些别的物资吧 我又找到了 一堆钻石太爽了 我想现在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 我们是时候该回去了 回到了家里之后 我首先要开始制作一套钻石盔甲 有了钻石盔甲 我想就算是僵尸来了 我也不怕 是的 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有了成套的钻石装备 看起来简直不要太苦了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抵御僵尸了 姐姐那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防护罩打开吗 当然了麦奇 我们一起出去把那一群僵尸打得落花流水怎么样 好吧 可是我有一点害怕 没什么好怕的麦奇 现在我们全副武装那些僵尸绝对打不过我们 走吧 现在我们就出去 寻找那群臭僵尸来战斗 真是奇怪那些僵尸去哪里了 我怎么一个也看不到 是的 太奇怪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或许我知道为什么僵尸全部消失了 现在是白天烈日当头那些僵尸在阳光下全部会燃烧 所以它们全部都消失了 这次的僵尸危机已经结束了 哇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在这个红色的防护罩里面躲避了这场僵尸灾难 是的 我们赶紧回家吧 麦奇我非常想念我的游戏机了 是的 我非常怀念我的汽水和薯条 我要狠狠地吃一顿麦当劳 这段时间吃胡萝卜吃脸都黄啊 是的 我们成功地回到了家里太好了 天知道这段时间我们有多累 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安然无恙地活着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是的 你说的没错 在这寂静的夜晚 突然有一个人在马路上疯狂逃窜 他背后还追着一个僵尸 很不幸 这个人还被咬伤啊 这周围因为受伤 加上体力不知而倒在了路上 命丧僵尸口中 此刻一个散发紫色光芒的物体 正在被囚龙囚禁在某个地方 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 镇上 还是像以往一样宁静又和平 走啊 今天天气好不出门玩 实在是浪费 是的没错 走吧走吧 天气那么好 出去转转我们去逛街吧 看一下有什么要买的东西 可以我好久没逛街了 太棒了 买了这个小船 我们赶紧去湖边玩吧 突然之间一个浑身是血的村民 逃到了我们的镇子上 那边什么情况 这个人怎么浑身是血 还喘着粗气 看着像是逃难一样 等等你什么情况 不能随便进入村子 想要进入必须出示你的通行证 啊 怎么了 此时那个村民终于体力不知倒地不起 随后他突然变移 皮肤全部变成了绿色 成了一个僵尸 他突然爬了起来 好像刚刚受的重伤 完全没有影响到他 他看着离自己最近的守卫养过去 好在我们的守卫也是训练有素 反应够快即是把他给截杀了 这一幕完完整整的被我和麦琪收入眼中 太恐怖了 好在这个变异僵尸被消灭了 我们的镇子暂时安全 从僵尸身上还掉下来 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帮助两个字 这期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身上掉落的这一张纸条 究竟想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清楚 但感觉有些疑点重重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第二天 为了跟麦琪去探索这个谜团 我决定收拾行李出发 收拾好了吗 是的 那我们出发吧 我和麦琪乘坐着我们昨天买来的小木船 从水上滑走离开了村子 划船 可这么久 怎么还没到岸上这眼看都快要天黑 我不好 突然发起了一阵大浪花 我们的小船根本遭不住这种灾难下 就被船打翻了 不过好在我们俩 大命大被海浪推送到了岸边 浑身腰酸背痛的 为麦琪醒醒麦琪 我们已经到岸边了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活着吗 我还以为我嘎了 什么声音 那边怎么有个僵尸 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福大命大从海啸中存活了下 结果把我们送到了一个有僵尸的岛上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确实是僵尸出动的时间 我们得想想办法 不然我们这次一定会被这个僵尸咬伤 然后感染的 僵尸看着眼前的食物 怎么会轻易放掉呢 我去 这点僵尸的跳跃能力这么强的吗 我感觉它跟普攻僵尸不一样 它不会是变异强化过的吧 管不了那么多了 宝剑出窍 我们不能坐以待别 只能拼一次了 一个僵尸 我还是不放在眼里的娃 一招就把它解决掉了 娃姐姐你好厉害 小意思我们升把火吧 晚上温度有点低 升把火可以取一下暖 姐姐这是我刚拿的木头 好的谢谢你麦琪 我再去树林里面多砍伐一些 木头回来 起码能打造点东西 突然刚才倒地的僵尸爬了起来 朝着远处的麦琪狂奔过去 麦琪小心 弄一点水吧 烧点开水喝 什么声音 麦琪麦琪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个僵尸刚才不是已经被我杀掉了吗 麦琪等等我马上来了 臭僵尸吃我一脚 敢欺负我朋友 麦琪请你怎么样 有没有被咬到 被咬到 你就得变僵尸了麦琪 你没事吧 我好像被咬了 我现在好痛苦 你快走吧 不是吧 就这一个小僵尸也能咬到 你这也太没用了吧 哈哈 略略略 吓唬你的 我哪有那么容易被僵尸伤害 真不知道该说点 你什么好 你再多来几次 下次有僵尸咬你 我可不救你了 好吧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吓唬 不过刚才那么一下 还真把我伤得不轻 这都忙活了那么久了 好了呀 我们躺着休息一下吧 我们需要养精蓄锐 防止下次碰到僵尸的时候 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 哎呀 我有点肚子饿了 什么声音 原来是你肚子的声音 吓死我了 还以为僵尸又来了行吧 走吧 我们出发 去前面那片森林 去寻找一点吃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再不吃点东西 到时候碰到僵尸都没力气 行 那我拿好武器 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 这片森林好恐怖 黑漆漆的 而且阴风阵阵 前面这是什么 这两条轨道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啊 看起来有点奇怪 我们过去看看吧 前面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呢 走吧 我们往前面走看看有什么 好的 尾道当中正站着一个僵尸 屋区里怎么还有僵尸呢 不过这一个僵尸 我们还是不怕的了 好像问题有点严重 陆陆续续又来了一大堆僵尸 好吧 一个还能解决 这一堆解决不掉了 三十六计跑为上级 先逃为妙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和麦奇在躲避僵尸的过程中 误打误撞来到了一处房子前 这里有一个门快过来看看 希望打开里面不要碰到僵尸 你怎么打不开 我还想着能不能从这里出去 怎么办 想想办法吧 不然等会儿那一群僵尸 追过来就完了 你看这里有个窗子 我们从这里放进去吧 好主意 这里看着像是一座餐厅 不过好像已经荒废很久 节节快过来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入口 这里看着着实滚 是的 我都找了一圈了 这里也没有吃的 我都有点肚子饿了 哎 我的肚子也逐渐饿了起来 不过往好处想 起码这个地方没有僵尸 刚说完 此刻就有一个受伤的人 引往房子门前走 什么声音 麦奇准备防御措施 想不到这群僵尸 追过来这么快 破坏力这么强 怎么没声音了 是啊 怎么回事 难道僵尸们放弃 追捕我们两个了吗 哎呦我去 他从窗子里面跳进来了 吓死我了 什么情况看起来不是僵尸 你是谁 怎么受伤了 你们两又个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受伤了 有点严重 就在刚才我在森林里面奔跑着 准备想探索一些 近期频繁爆发僵尸危机的线索 我在寻找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法阵 里面有邪恶的东西 正在不断制造僵尸出来 当时运气非常不好 我被僵尸发现了 并且遭受到了僵尸的追捕 一个僵尸我还能逃脱 结果这些僵尸 源源不断地从其他地方冒出来 如何我被他们包围了 幸运的是我逃了出来 不过我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看得出来你现在浑身上下 到处都是血 我感觉身体有点不对劲 看来我应该是要被感染变成丧尸了 你这种情况 让我突然回想起来 前些天村子发生的事 我们村的前些天 也是突然有一个身负重伤的村民 逃到我们村子 然后他就变成了僵尸 我想你应该也很快 就会变成失去理智的僵尸了 你不能跟我们待在一起 你现在很危险 你们先别动手 我没有恶意 我也不想伤害你们 麦奇 我们先别伤害他 因为他看起来像的好人 好吧 我听你的 还好 我有望远镜 可以在高楼的窗子前 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现在外面还算安全 没有僵尸出没的痕迹 好了 你可以来跟我详细说说 那个奇怪的东西 到底长什么样 我也是无意间碰到了 他被一个黑色的囚龙困在那里面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 我大大理解了 想要彻底结束这场僵尸危机的话 恐怕只能毁掉这个东西 我们得去一趟 对就是这里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一直在制造僵尸 一个小僵尸而已 我一件就给他解决掉 小事一桩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吧 不好 这是个什么东西 看来是个硬查 这下子不好对付了这个怪物 看起来与普通僵尸不同 这是终极怪物吗 那又怎样 我不是胆小鬼 拿起剑就给他一刀 看能不能一招消灭他 哎呦 看来是个有点实力的家伙 很少有人能从我这一招躲 定给我来个反击 我直接打飞十米远 跟刚才的那个僵尸躺在了一块 就凭你小子那两下的三脚猫功 也想过来这里找事 赶紧滚 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 你说滚就滚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你真当我那么好气负啊 这下子终于轮到了那个僵尸落的下方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没点真功夫怎么混得下去 跟你闹着玩你还当真了 就凭你那把破铜烂铁也想中了 既然你那么着急去送死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年王 等等住手 不要伤害节节 快点你快上 我来拦住他 好机会 就是现在 看我以天图龙剑 终于把这个大麻烦解决了 刚刚多亏了你 否则我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没有没有 我只是帮的小猫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快跑 我可能要变成僵尸了 说完这句话就倒在地上 然后净化成了僵尸 怎么会这样 突然变成了僵尸 你这样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随后这一栋大楼上 坐着一个僵尸王 他正在发起号链 召唤全世界被咬到的人 加速净化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不会碰到什么事吧 真是担心早知道 我就不留在这里镇守营地了 我应该跟着一起过去看看的 什么情况 我的脑子怎么突然变得浑浊 我的手臂 怎么变成僵尸了 哇吓死我了 我得赶紧回去 把那个人变成僵尸的事情 告诉麦奇 我去 什么情况 麦奇 你怎么了 救命呀 我也不知道 突然我的手臂就成这样了 我好害怕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变成僵尸了 哇 我要死掉了 等等等等 你先冷静一下 你赶紧回想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被僵尸咬到的 好像是当时我们在沙滩那边的时候 那个僵尸扑向我 然后朝着我的心脏咬了一口 被你一脚踹飞了 我当时跟僵尸正在搏动 我没太注意 我想可能就是那时候感染上的僵尸病 完了怎么办 你这情况 我们走吧 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得想办法 让你便回来 我们去那个法阵那边 只要打破了它 这些僵尸病毒是不是就会消失 不管有没有用 先试一下再说 麦奇的剑打进法阵之后 那些光芒突然消失不见了 哇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有人动了我的法阵 看来我得亲自出手了 我好像也没有恢复回来 难道关键点不在这里吗 看来得想想其他办法 突然一阵僵尸的嚎叫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有情况 开启防御战斗模式 就凭你们这种普通僵尸 我还不放在眼里 你们非要过来阻挠我了 那我也只能把你们都打死了 这个僵尸是谁 他想干什么 他看起来跟普通僵尸不一样 看他的衣着 他可能是这一群僵尸的僵尸之王 就是你们两个来破坏我的好事对吧 你是谁发动这场僵尸战争 你究竟想干什么 突然之间麦奇感染的僵尸病毒受到了召唤 加速了变异 不用看了 你的朋友现在已经变成了僵尸 哈哈哈 来吧 我们切换一个战场 僵尸之王一个响指 就把我们隔空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地上有个奇怪的图案 看起来像某个图腾 这里是我的主场 人类就凭你们两个 还妄图打败我 更何况你的同伴已经变成了僵尸 他现在是我的手下消灭了你 我统治世界的计划将没有人再可以阻止 上吧 去把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类给你死 不得不说你召唤的僵尸确实很强大 不过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也不是吃醉的 确实有两下子 如果是僵尸铁傀儡呢 你还能对付吗 什么 僵尸铁傀儡 大意了 不小心被僵尸铁傀儡击飞了 哈哈哈看到了吗 就凭你也想来阻止我的计划 哦不结结 啊好难受 感觉要长脑子了 哈哈哈来吧 成为我的手下把正当僵尸铁傀儡 准备给结结最后致命一击的时候 麦奇突然觉醒了最后的灵智 冲过去阻止了结结被击杀的命运 刚才的情况简直太危险了 结结差点就没命了 可恶 我直接需要你 你不能有事 怎么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快不行了 我感觉我的理智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哈哈哈 我就看你们是如何自相残杀 我直接坐山观虎斗 看这次是你的朋友 你还能不能下手 麦奇麦奇你快醒醒是我呀 麦奇怎么一下子之间变得如此强大 平时都是唯唯诺诺的 变异了之后力量倍增 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而且我现在又不能伤害他 难道我现在就只能束手就擒了吗 可我也不能坐以待你 最终我还是没能下得去手杀麦奇 我的头好痛 好像有什么回忆涌进了我的脑中 这是谁他好像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可是这个人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呢 他还保护过我 我的头好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麦奇 是我呀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冒险 一起去玩 这些 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好了这场闹剧试试后该结束吗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给我港式 你陪你的朋友一起去死 你伤害我的朋友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哈哈哈 那又怎样 谁让你们破坏我的好事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放打过来吧 别当我好欺负 飞天神抓 维隐一踪 最后第九魂迹 一剑归踪 怎么回事 怎么砍不动他 他是黄色葫芦娃吗 浑身同墙铁地的 闹够了没有闹够了就下地狱吧 怎么办 还是打不过他 难不成我这次就要等死了吗 不 我还没输 这是打火时 你小子完了 僵尸最怕火了 我想利用火的话应该能够战胜他 如今这个火把是我的新勇气 你接受好失败了吗 可恶 居然被他发现了弱点 就像我那么轻易认输 没门 鬼影离踪 今天我就要结束这场闹剧 让世界恢复和平 我着火了 救命 救命我最怕火了 救命 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吗 你给我受死吧 三十六计走为上进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你给我等着 都是因为你 好好的世界被你散发僵尸病毒破坏了 如果不是你 我的好朋友也不会变成僵尸 我们也不会被锦铃香出来调查原因 今天我必须把你从这个世界上抹除掉 一直都是黑色的天空 如今终于放晴了 我的世界开始恢复光明 被感染成僵尸的小男孩也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我带着变成僵尸的麦琪 回到了村子 时间过去了 这么久麦琪 现在应该已经恢复了吧 进去看看他醒了没有 哇呜 我是僵尸 我要咬你 这是什么情况 哈哈哈哈 略略略我没事了 我是吓你的 还真是被你吓一跳 下次不要开这种玩笑 真的很吓人 不过你刚回复我想你现在皮一定很痒吧 来我给你揍一顿 你就舒服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大家的寒假天数是多少天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寒假天数 相同的可以互关哦 相必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 我和大傻春后面的这棵参天大树了吗 这可不是一棵普通的大树 而是一棵千年古树 它已经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传言这棵巨大无比的树的树顶上 有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宝藏 是些什么宝藏方块哥 这无从得知 因为还从来没有人爬上过这棵树的树顶上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挑战这棵参天大树 坐爬上这棵树树顶的第一个人 那还等什么快让我们出发吧 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会不会有树腰 因为这棵树的历史已经非常的古老了 哇哦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棵树的里面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巨型魔物 还有一个旋转楼梯 看起来可真壮观 是谁打造了这些楼梯 不管了我们先上去再说吧 向屋顶前进 宝藏我们来了 一个树屋里面还有个箱子 让我们打开这个箱子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哇哦 是苹果好多的苹果 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个苹果 不管是谁放的 现在这些苹果已经属于我们了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大傻春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危险 我们要通过这些树从这里跳到对面去 小心大傻春 放心吧方块搁置很简单 好了成功了完美抵达 方块搁快过来看 这里有两个奇怪的入口 可是我们该怎么进去呢 我想我们应该要找到这两个入口的钥匙才能打开这里 钥匙一定就在这的附近 让我们仔细找找看 哇哦这里有个箱子 我们刚刚居然都没有注意到 让我们打开来看看 不是两把武士刀 让我们去前面找找看 钥匙应该就在这的附近 小心点大傻春 这里面有非常的史兰女 他们看起来可不太友好 让我们用武器来攻击他们 别因为你们长得可爱我就不会打你们了 给我去领盒饭去吧 我们成功解决掉这些难缠的史兰女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这里怎么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回去找你妈妈去吧 这里有个梯子让我们上去看看吧大傻春 我们走吧 等等这是些什么 他们看起来像是些灵魂 我想这些可能是这棵树很久以前的守护者的灵魂 我猜这些灵魂应该都已经有一千多岁了 跟这棵树一样古老 他们看起来想阻止我们的去路 不过为了宝藏我们不得不消灭他们 因为如果我们不消灭他们的话 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了 方块哥快过来看我发现了个箱子 干得不错大傻春 让我们来打开它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我是钥匙 我们找到了第一把钥匙 让我们赶紧回去把钥匙插上看看 宝藏我们来了 看到了吗大傻春这一盏灯亮了 让我们去另一边寻找另外一把钥匙吧 楼梯让我们上去看看 不知道上面又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又是一些跳跃平台 我那边有个箱子 我敢打赌另外一把钥匙 一定就在这个箱子里面 我来了呀呼 好了成功抵达 让我来看看钥匙在不在这里面 是钥匙 我就知道钥匙在这里面 大傻春让我们回去把这把钥匙给插上吧 来吧把钥匙插上大傻春 321哇哦 是一条秘密通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 居然有一条那么大的秘密通道在这里 好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里看起来像是个迷宫 我想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因为迷宫里面往往都会充满的危险 让我们一直往同一个方向走试试看 到处都是死胡同 我感觉我们可能在这里面迷路了大傻春 没有出口到处都是死胡同 我们完蛋了 可能我们要困在这个迷宫里面了 我不快看是一条楼梯 我们找到了一条楼梯大傻春 太棒了我们不用被困在这里了 让我们赶紧上去吧 我们离宝藏应该已经越来越近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是史莱姆 这里有好多的史莱姆 大傻春拿出我们的武士刀来消灭他们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史莱姆在这里 难道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吗 赶紧先把他们给消灭了 这些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真的很吓人 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们要通过这些独木桥跳到对面才行 我们得小心点大傻春 不然如果掉下去了的话 六得重新开始吧 我会的放心吧方块哥 很好马上就要到了 干得漂亮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不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这棵古树的哪个位置了 可能我们才走了一半那么多 又或者是说一半都没有 因为这棵树真的非常的高 让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找到宝藏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待在这里大傻春 方块哥快过来看 这里有好多的蛋糕 是谁在这里放了这些美味的蛋糕 真香 等等这里还有个箱子 打开来看看 哇哦是一些美味的饼干 我们可以带上这些饼干 如果我们在寻找宝藏的路上 饿了就可以用它们来补充一些铁力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宝藏就在前面等着我们 狗狗狗 方块哥这里好像是个死无头 我们无路可走了 这里有些压力吧 让我丢一些饼干上去看看 天哪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些饼干帮我们打开了这个秘密通道 让我们一起说谢谢饼干 等等这里面有个巨型独眼蜘蛛 它应该是这片区域的守卫者 让我们消灭掉它 它真的很肉 对付这个独眼蜘蛛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有两个人在 所以无论如何 它都不会是我们的对手的 好了成功消灭掉它了 这只独眼蜘蛛掉落了一把钥匙 我猜这个应该是打开房间里面 这扇门的钥匙 我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我得试试 三二一开 哇门开了 让我们进去吧 哦这里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危险 底下是一片熔岩 而唯一能通过这些熔岩的桥 居然是用TNT和压力板搭建成的 没踩到一块压力板 就会触发这些TNT引发爆炸 这听起来真的很恐怖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想我们最好用我们最快的速度跑过去 准备好了吗大傻村 准备好了 我数到三我们就开始了 三二一出发 这真的很危险 这些TNT在不停地往下掉 然后爆炸 如果我们稍不注意 就会直接掉下去 或者是被炸毁 快点大傻村 快过来很好干的不错大傻村 你成功做到了 我感觉我心脏病都要被吓出来了 我的手心脚心全是汗 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想走一次 这种TNT球了 真的太恐怖了 好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这里看起来并不比刚刚那里要简单 不过至少这里的下面不是熔岩 这些平板也不是TNT 现在离宝藏应该已经越来越近了 加油大傻村 坚持住 好了完美理达 干得不错大傻村 继续前进吧 等等这里怎么会有一些猪在这里 真奇怪 是谁在这里放了这些猪 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些猪嘎了 因为我们可能会需要这些猪肉 对不起了小猪猪们 方快哥快看这里有个入口 可是这个入口太小了 我们没法从这里穿过去 看着大傻村 我方快哥你变成一只猪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也可以 因为刚刚我们用武士刀嘎了这些小猪 武士刀上吸收到了它们的精华 所以我们就拥有了变成猪的能力 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去吧 这里面可真黑啊 等等这里有只坏猪它想攻击我们 救救我方快哥 交给我来对付它退后大傻村 你这只坏猪居然敢欺负大傻村 看我不把你打成猪肉干 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个迷宫一样 试得到处都黑漆漆的 我们能从这里出去吗方快哥 只要我们一直沿着一个方向走 一定可以从这里出去的 我快过来大傻村 这里有些梯子 我想我们试试后转变不忍兴了 因为猪可不会上书 好了让我们上去吧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越来越接近 这棵树的顶段了 马上我们就能拿到宝庞 然后离开这里了 这些是什么 一个箱子和自动发射器 看起来像是一些奖品 让我来按下这个按钮 看看会有些什么 哦是盾牌 这个自动发射器给了我一个盾牌 让我也来试一下 我也有盾牌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箱子里面是些什么吧 哦是苹果 是一些金苹果 让我们把这些金苹果全部都拿走了 我猜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强大的敌人 在等着我们 不然不会无缘无故 让我们获得这些盾牌的 哦是铁傀儡好多的铁傀儡 我知道这个盾牌有什么用了 我们可以拿来抵御那些铁傀儡的射击 我不大傻春被击败了 好了 现在我们要拿着盾牌穿过这里 加快点速度大傻春 我们得赶紧穿过这里 这里真的太危险了 好了 终于安全了 大傻春你怎么还带了些弓箭回来 这里有个箱子让我们打开来看看 天哪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里面居然有脉冲步枪和一些盾甲 看看这些脉冲步枪 它们的威力真的很强大 小小铁傀儡给我统统坐下 好了 我用这把脉冲步枪成功消灭了这些可恶的铁傀儡 现在让我们穿上这些盾甲继续前进吧 宝藏应该就在我们的附近了 让我们出发吧 我不情况不太好 大傻春 谁里有敌人 是什么让我看看 天哪 到处都是一些恶心的触手 让我用脉冲步枪来消灭它们 如果没有这把脉冲步枪 在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这些恶心的触手 到处都是这些恶心的触手 这真的很恐怖 我不太好 我的氧气快没有了 现在让我去补充一下氧气 就像是个水下迷宫一样 我想我们最好赶紧找到出口从这里出去 因为我们没法在水下憋气那么久 方块哥快过来出口在这里 好的大傻春 让我先把这些恶心的触手给消灭掉先 我真的不能忍耐它们的存在 好了完美 终于逃出这个水下迷宫了 方块哥快过来看 这里有个TNT发射器 我想这个TNT发射器 或许能把我们送到树顶上去 让我先来 雅虎大傻春成功上去 好了现在到我了 大傻春我来了 雅虎安全降落 让我们补充一些金苹果吧 这个TNT发射器 可损耗了我们不少的生命值 这里有个奇怪的洞口 让我们下去看看 说不定宝藏就在这里面 这个年夜做的地板可真好 就像是一张堂皇床一样 好了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向宝藏出发 又是一个洞口 接着下去看看吧 哦这里有好多的幽灵 我想我们最好用脉冲步枪 把它们给统统消灭 因为这些幽灵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方块哥快过来看 那个幽灵身上掉落了个东西 是个拉杆 我想或许我应该把这个拉杆放到这里 然后启动它 哇门开了 让我们进去吧 这里是树顶了吗方块哥 我不确定 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离树顶 应该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又是一个梯子 让我们上去看看吧 这里的上面应该就是这棵树的顶端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一些紫色的液体 看起来就像是毒药一样 等等大傻春快看那里 那里可以看到天空 我想这上面一定就是真正的树顶了 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上去吧 这下面的毒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恶心 我感觉它马上就要吞噬掉这里了 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大傻春 等我们拿到宝藏之后就马上撤离这里 宝藏我们来了 天那是一个巨型幽灵 我想它应该是守护这些宝藏的树妖 它真的很强壮 它比我遇到过的所有幽灵都要强大的多的多 它想把我们吹下去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它 它真的太强大了 用脉冲步枪来攻击它大沈春 千万不要被它给吹下去吧 朋友们它真的太强大了 但是为了宝藏我们绝对不能退缩 坚持住我们一定能赢的 等等它掉下去吧 我们打败它了吗 我想应该是的我们打败了这个树妖幽灵 我们赢了 还等什么 快让我们一起去拿走我们的神秘宝藏吧 这个应该就是这棵古树的神秘宝藏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里面的是什么了 我也是让我们打开来看看吧 哇哦看看这些战利品大傻春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快哥 是不是好奇为什么今天大傻春不在这里 其实我也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过大傻春了 而就在刚刚我收到了一封大傻春的来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吧 亲爱的方快哥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世外桃源生活了一段时间了 在这里我可以不用工作 每天只需要吃东西 打游戏 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开心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过来跟我一起过这种生活 来自你的朋友大傻春 世外桃源什么世外桃源 这个大傻春该不会被骗到缅甸当诈骗去了吧 大傻春现在怎么样了 他该不会已经被嘎腰子嘎掉了吧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等等我得先冷静下来 我敢确定这封信上的字体是大傻春的字迹 那就证明大傻春现在人还活着 而且地图上面的地址看起来 也不像是那个诈骗地区 那是不是说明大傻春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真的有可以天天打游戏不用工作的地方吗 不行我得过去看看 一探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世外桃源在那里 好了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大傻春信上面所说的那个地址上了 这里的对面看起来十分的繁华 难道那里就是大傻春所说的那个整体不用工作 只需要吃吃喝喝的世外桃源吗 我想我最好再靠近些看看 可是这里的下面是一条熔岩河 我该怎么从这里过去呢 救命救命救救我 等待是谁是谁在求救 声音好像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一只乌龟 是你在求救吗小乌龟 好吧看起来不是你 是谁是谁在那里求救 哦这里有一只可怜的小乌龟被卡在这里了 这只可怜的小家伙被卡在了这里完全不能动的 别担心可怜的小乌龟 我会把你解救出来的 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被困在了这里多久了 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小乌龟 你自由了快走吧 嗯等等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身上会莫名其妙多出个那么个东西 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算了不管了 现在该关心的是该怎么从这里去到对面那里 让我回去看看那些牌子上面是怎么说的 请在这里放入您的邀请函 邀请函什么邀请函 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某种钥匙 可是我要用它来放在哪里呢 难不成是放在这个树上面吗 哦天哪我简直是个天才 我居然找到了打开这个世外桃源的开关入口 哦天哪容颜全部都退去了 现在这里的上面出现了一架石板桥 太棒了 大傻村应该就在这里面等我 事不宜迟让我出发去寻找大傻村吧 大傻村我来了 我来了大傻村 这是为什么 那我之后该怎么离开这里呢 这里的一切都太奇怪了 是谁建造了这些机关 又是谁建造了这个大傻村口中所说的世外桃源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开关 哦天哪启动这个开关之后居然弹出来了一个自动灯 这可真神奇啊 现在不是看这些的时候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找到大傻村 让我进去看看大傻村在不在这个房子里面 让我们走吧 大傻村你在吗 你在这里吗 大傻村 哦天哪大傻村 真的是你你居然真的在这里 天哪方快哥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来了 你收到了我给你的信了吗 是的 我就是跟着你信上面描述的地址找来的这里 我很高兴你来了 顺便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香蕉小子 现在他是我的好朋友 是他带我来到了这里 香蕉小子 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方快哥 你好 香蕉小子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方快哥 希望我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好了 别傻站在那里了 方快哥快点进来吧 一路走来 你应该也已经饿了吧 这是我跟香蕉小子给你准备的食物 一些美味的牛排 哦谢谢你大傻村 不用客气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里应有尽有 你想吃多少牛排都行 谢谢你大傻村 这些牛排真的很美味 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美味的牛排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 这里真的就像是你信上面所说的那么好吗 你该不会是给骗了吧 方快哥你想太多了 这里的一切就跟我在信上面跟你描述的一样 在这里我们不用工作 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免费的 这里有无穷无尽用不尽的资源和食物 在这里你只需要吃吃喝喝打打游戏睡觉就可以了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是谁建造了这里的一切 而他为什么要建造这里 我也不知道 不过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既然你来到了这里那么就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我们会在这里过得非常的开心的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的完美 只要你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过后 你就会爱上这里了的 虽然这里的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妙 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可疑吗 大傻村 别多想了方快哥 让我带你在这里四处转转吧 这里是我们的书房 你每天吃完饭之后可以来这里看看书放松一些 如果夜晚你感到寒冷时 你只需要启动这个按钮 就可以在这里烤火取暖了 就像是这样 哇哦天呐这里看起来是那么的温馨美好 是的没错 而这只是这里的一个小角落吧 这里还有更多神奇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去探索 让我们继续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等等大傻村 虽然我很想这么做 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 而且赶了一天的路我感觉已经有点累了 我想或许我们现在该去休息一下了吧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让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今天就先到这了 现在我该去睡觉了 晚安大傻村 晚安香蕉小子 早上好方快哥 昨晚你睡得怎么样 我睡得很好 现在你和香蕉小子可以继续带我在这里四处转转 当然没有问题 让我来带你了解一下关于这座美妙的世外桃源城市吧 你会爱上这里的 跟我来 我要先带你去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里看看 好了就是这里了 准备好了吗方快哥 别眨眼 321开启 让我们进去吧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别着急待会我会告诉你的 我想带你去看个东西 好了就是这里了 一棵可可树 你带我来看这棵可可树干什么大傻村 别眨眼看好了 321启动 哦天呐 这些可可豆全部自动从树上掉下来了 是的没错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每当这些可可豆成熟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按钮 这样它们就会自动掉下来 不用我们一个个去采摘了 这个是什么 让我来展示给你看看 只需要在这里放上的蘑菇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大蘑菇 这个蘑菇可真大呀 我感觉这个蘑菇应该够我们几个人吃上几天的时间了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别的地方继续看看 快跟上方快搁 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很喜欢这里的 好了就是这里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里是我们的花园 这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在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很好地放松这里 我还在这里放了一些毯子和遮阳伞 这样我们就可以躺在这里好好地放松一下了 我喜欢这里 这里是那么的和平安静美妙 这里真的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是一个世外桃源 等等这个是什么 大傻村为什么这里设置了一些红外激光射线在这里 看到里面的那座高塔了吗 这里是禁区 听说那里面关押着非常多的怪物 所以我想我们最好不要到那里面去 答应我千万不要进到那里面去好吗 方快搁 好吧我保证不会违反规定的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让我们一起去放烟花来玩一下吧 烟花我喜欢烟花 你只需要把烟花放到这个箱子里面方快搁 好的没有问题把烟花放到箱子里面 好了然后呢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然后启动这个拉杆 快点去启动它吧 321启动 准备开始欣赏美妙的烟花秀吧 哦天呐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漂亮啊 好漂亮的烟花 这些烟花就像是我跟你还有香蕉小子一样 这里的一切都太美妙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这里的大傻春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妙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让回去睡觉吧 晚安大傻春 晚安香蕉小子 晚安方快哥 早上好大傻春 这个大傻春今天怎么还没醒 醒醒快起来大傻春 现在已经到早上了 方快哥 我今天决定花一整天的时间来睡觉 因为我实在是太困了 所以你今天可以去找香蕉小子一起玩 好吧 那你慢慢睡吧 我要去找香蕉小子一起来玩了 现在不是已经到春天了吗 为什么大傻春这只乌龟还在这里冬年 算了不管它了 我还是去找香蕉小子玩吧 香蕉小子你在吗 香蕉小子 嗯等等香蕉小子人呢 大傻春你知道香蕉小子去哪里了吗 他不在书房那里吗 一般香蕉小子都会待在书房那里 我刚刚去找过了香蕉小子不在那里 那他可能是被召唤走了 召唤被谁召唤 这里不就只有我们三个人而已吗 其实这里一开始不止有我和香蕉小子两个人 还住着其他很多人 不过慢慢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香蕉小子该不会也消失不见了吧 不会的不用担心方块哥 香蕉小子会没事的 既然香蕉小子不在 那就让我陪你一起出去玩吧 你确定我们不用去找找香蕉小子吗 大傻春 不用担心香蕉小子会没事的让我们出去玩吧 等等大傻春 快看那个不是香蕉小子的东西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也许香蕉小子不小心把他弄掉在了这里 让我们先把他收好 到时候再还给香蕉小子 方块哥 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去那座塔里面找一下香蕉小子 我有预感他会在那里 可是那座塔不是关押着怪物的禁区吗 虽然是怎么说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怪物从那里出来 让我们去那里找找看吧 这些激光把我们给当在了这里 我们该怎么从这里进去呢 真让人头大呀 虽然是禁区 但是我想这里一定会有其他的入口的 让我们一起来找找看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拉杆 大傻春快过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拉杆 这个或许是这个进去门口的开关 让我们启动他看看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启动 哦天呐 门打开了 这扇激光门打开了 太棒了 事不宜迟让我们走吧 去寻找香蕉小子 然后把香蕉小子的宝贝还给他 香蕉小子你在这里面吧 香蕉小子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傻春 香蕉小子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没事的方块哥别想那么多了 香蕉小子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里有一扇奇怪的铁门 香蕉小子该不会被关到这里面去了吧 让我们上去看看 让我们走吧大傻春 这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老天保佑香蕉小子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等等不好的方块哥 快过来看香蕉被困在这里面了 哦不好是香蕉小子 真的是香蕉小子 香蕉小子你没事吧香蕉小子 哦天呐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香蕉小子被冻结住了 我们得想办法解救香蕉小子